成都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 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 独特的美食和多样的自然风光 吸引着众多游客 以下是成都深度旅游规划 包含景点 博物馆 购物 美食推荐 以及必买办手礼 景点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简介 这里是全球知名的大熊猫保护和繁育机构 可以近距离观赏到可爱的大熊猫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城华区外 北熊猫大道1375号 宽窄巷子 简介 由宽巷子 窄巷子和景巷子组成 是老成都的象征 融合了古典与现代的特色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阳区金河路口 五猴祠 简介 纪念三国时期 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庙 是了解三国历史的重要场所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五猴区五猴祠大街 231号 杜甫草堂 简介 唐代大师园杜甫 由于成都市的居所 现为纪念杜甫的博物馆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阳区青华路37号 青城山 简介 道教明山 风景秀丽 是避暑 尽心的好去处 地址 四川省都江夜市青城山镇 都江夜水利工程 简介 始建于公元前256年的古代水利工程 现为世界文化遗产 地址 四川省都江夜市灌口镇 博物馆 四川博物院 简介 馆藏丰富 涵盖了从史前时代到现代的多种文物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阳区缓花南路251号 金沙遗址博物馆 简介 展示了距今3000年的古属文明遗址 展品极具历史价值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阳区金沙遗址路2号 购物 太古里 简介 集购物 餐饮 娱乐 与一体的高端购物区 融合了现代和传统建筑风格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井江区中栏大厦旁 川西路 简介 成都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之一 拥有众多品牌店铺和地道小吃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井江区 美食推荐 火锅 推荐店铺 小龙砍老火锅 熟酒香火锅 串串香 推荐店铺 钢馆厂 五区小郡干串串香 马路边边麻辣烫 夫妻废片 推荐店铺 夫妻废片 东门 龙超手 推荐店铺 龙超手 总店 赖汤圆 推荐店铺 赖汤圆 景理店 必买办手里推荐 张废牛肉 简介 四川的特色风味小吃 味道香辣 老妈兔头 简介 独特的麻辣味道 适合爱吃辣的朋友 船背琵琶糕 简介 成都地区的传统中药 对喉咙有保护作用 蛋烘糕 简介 成都的传统小吃 外酥内染 口感极佳 皮线豆瓣 简介 四川菜不可或缺的调味料 香辣醇厚 这些推荐 涵盖了成都旅游的方方面面 能让你充分体验这座城市的魅力 希望这份规划 能帮助你度过一个难忘的成都之旅 成都以其丰富多样的小吃而闻名 以下 是一些当地特色小吃的介绍 小吃介绍 锅盖 简介 锅盖 是一种外酥内软的饼 馅料多样 有甜有咸 常见的有牛肉锅盔 红糖锅盔等 推荐地点 春夕路 锅里谷街 龙超手 简介 类似馄饨的面食 皮薄馅多 通常用猪肉或虾仁做馅 再配上麻辣鲜香的红油汤底 推荐地点 龙超手总店 春夕路附近 赖汤圆 简介 赖汤圆 以其外皮软糯 内馅香甜著称 传统口味有黑芝麻 红豆等 推荐地点 锅里谷街 宽窄巷子 扶其废片 简介 这道菜由牛肺 牛肚 牛肚 牛肉等制成 配以麻辣鲜香的调料 是成都小吃中的经典 推荐地点 夫妻废片总店 东门大桥附近 中水饺 简介 中水饺皮薄馅多 搭配上特制的红油辣椒和蒜泥 口感鲜美 推荐地点 锦里谷街 春夕路 红油超手 简介 这是一种馄饨 配以红油辣椒 麻辣鲜香 十分开胃 推荐地点 龙超手总店 双心凉粉 简介 凉粉切成条状 配以酱油 醋 蒜泥 和大量辣椒 辣得让人流泪 顾名双心凉粉 推荐地点 宽窄巷子 锦里谷街 甜水面 简介 这是一种甜辣口味的面食 面条筋道 配以红糖 酱油 辣椒等调料 味道独特 推荐地点 各大小吃店 如井里 宽窄巷子 三大炮 简介 三大炮是一种糯米制成的小吃 外面撒上黄豆粉和红糖 吃起来甜糯可口 因制作时会发出炮响而得名 推荐地点 井里谷街 蛋烘糕 简介 类似于蛋糕的小吃 外层酥脆 内馅丰富 有甜有咸 常见的有豆沙 芝麻 火腿等 推荐地点 井里谷街 宽窄巷子 推荐品尝地点 井里谷街 作为成都最具人气的旅游景点之一 这里会聚了众多地道的小吃店铺 是品尝成都小吃的绝佳场所 宽窄巷子 这里不仅有传统的小吃 还有融合现代风味的创新食品 值得一试 春席路 作为成都的商业中心 春席路周边 有许多知名的小吃店和餐馆 这些小吃不仅口味丰富 而且充满了成都独特的美食文化 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游客 都能在这里找到心仪的美味 希望这些推荐 能让你在成都的美食之旅中 收获满满 成都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文化中心 拥有丰富的民俗和独特的文化 以下是一些关于成都当地民俗 与文化的介绍 民俗文化 川剧 简介 川剧是四川地区的传统戏曲 以其变脸 图火等独特表演技艺闻名于世 变脸是一种迅速更换脸谱的技术 常常让观众惊叹不已 推荐观赏地点 景江剧场 蜀丰亚运川剧变脸剧场 茶文化 简介 成都有着悠久的茶文化 茶馆遍布全城 是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简介 成都的庙会活动丰富多彩 特别是在春节 元宵节等传统节日 庙会上有各种民俗表演 手工艺展示和地道小吃摊位 推荐参观地点 青阳宫 文书院 火龙灯 简介 火龙灯是成都及周边地区的一种传统民俗表演 在节日期间 表演者会舞动装饰有火焰的龙灯 场面热闹非凡 推荐观赏时间 元宵节期间 文化遗产 都江燕水利工程 简介 始建于公元前256年的都江燕 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展示了古代中国的智慧和技术 推荐参观地点 四川省都江燕市 武侯祠 简介 纪念三国时期 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庙 展示了丰富的三国文化 此内还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 推荐参观地点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231号 杜甫草堂 简介 唐代大师人杜甫流域成都时的居所 现已成为纪念杜甫的博物馆 展示了他的诗作和生平 推荐参观地点 成都市青阳区清华路37号 节日庆典 成都花卉 简介 成都花卉是每年春季举办的盛大花卉展览活动 展示了各种美丽的花卉和园艺作品 是市民和游客赏花的好去处 推荐参观时间 春季 通常在3月或4月 国际美食节 简介 成都国际美食节 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是一次味蕾的盛宴 吸引了众多美食爱好者前来参加 推荐参加时间 秋季 通常在10月 龙周赛 简介 端午节期间 成都的井江和尚会举行龙周赛 参赛队伍 竞相争夺 场面热闹非凡 是传统的端午节庆活动之一 推荐观赏时间 端午节 农历5月初五 当地习俗 打麻将 简介 麻将是成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论是家庭聚会 还是朋友小聚 打麻将都是最常见的娱乐活动之一 体验地点 各大茶馆 棋牌室 吃火锅 简介 成都人对火锅的热爱无与伦比 火锅店遍布大街小巷 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 与家人朋友一起围坐在火锅前 既暖身又暖心 推荐店铺 小龙砍老火锅 熟酒香火锅 成都的民俗汉文化 是这座城市独特魅力的一部分 无论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 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习俗 都体现了成都人热爱生活 享受生活的态度 希望这些介绍能让你更好的了解和体验成都的风土人情 成都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 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传统 许多名人也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出独特的光芒 以下是对成都历史和一些知名名人的介绍 历史概述 古蜀文明 成都地区在古代是古蜀文明的中心 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在古蜀文明时期 成都曾经是一个繁荣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以及汉文物 三国时期 在三国时期 成都成为蜀汉的都城 诸葛亮作为蜀汉的丞相 以其治国才能和军事智慧文明于世 对成都的历史影响深远 唐宋时期 在唐宋时期 成都是经济 文化和商业的中心之一 当时的成都曾是一座繁华的都市 有许多文人雅士在此崛起 明清时期 在明清时期 成都继续保持着其繁荣与文化辉煌 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名人介绍 诸葛亮 简介 诸葛亮 181年到234年 自孔明 蜀汉丞相 被誉为卧龙先生 他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和政治智慧 在三国时期 对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 杜甫 简介 杜甫 712年到770年 自紫美 唐代著名诗人 被誉为诗圣 杜甫 曾流域成都多年 他的诗作中 不乏描写成都风土人情的佳作 李白 简介 李白 701年到762年 自太白 唐代著名诗人 被誉为诗仙 虽然李白的主要活动地点在长安 但他也曾多次游历成都 留下了不少 与成都相关的诗作 刘备 简介 刘备 161年到223年 自玄德 三国时期蜀汉的开国皇帝 也是诸葛亮的主公 刘备曾经多次进行属地的发展建设 对成都的发展 有着重要影响 张在 简介 张在 2020年到1077年 宋代儒学家 理学代表人物之一 他出生于成都 对当时的儒家思想和文化 有着深远的影响 以上这些名人 在成都的历史中 都留下了重要的足迹 他们的文化贡献 和政治影响力 使得成都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枢纽 也丰富了成都的文化底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